嘿大家好我是Simon 位于多伦多的西区呢 真正这个他的King West King West是代表了整个多伦多地区 非常local的一些文化啊 比起这种大学啊 和贝贝街金融区呢 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真正的住在这些街区里面 你才能体会到居住在多伦多的 这个城市的一些活力 因为这边年轻人特别多 那么今天带大家看一看啊 the well啊就是tribelle呢 建筑商这种打造的一个楼盘 最尽快收楼了啊 过来给大家做一个tour 身后King West啊 和wellany这边街上的 都是一些非常老旧的building 但是啊 他的外面呢 依旧保持的非常好 外面有非常多的酒吧和餐馆啊 前面这向前走一点点呢 在the well的正对面呢 就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法餐 叫做the select 呃大家有空呢 可以过来试一试这种餐厅 这个就是the well的沙盘了 大家看到啊 其实他是有好几个building的啊 最左边这个呢 是他们的自己的有一个是一个office building啊 然后下面有三栋呢 是作为rental的 大家现在看到这两栋的并排的啊 第一层的就是rental 然后那还有另外有一层 另外啊 tribelle卖的呢 主要是classic one and two 还有一个这个他们的signature series 这边它是一个比较boutique 比较贵的一个building啊 里面的finish呢 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 the well这个项目呢 总共呃 在住宅方面是150万尺的居住面积 然后他的commercial 这些商业的面积大概是50万尺的啊 所以现在看到后面这个呢 是他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common area 是between这两个building中间的啊 以后呢 非常多的商业会在这里入住 其实最近他costal单的那个commercial building 已经百分之差不多90的单位 已经全部租出去了 而且有非常大的一些商铺 大家游逛街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驱逐 中间的这个canopy的造型非常的独特啊 是由德国的一家公司设计 并且制作安装的 整个耗费是3500万加元 现在看到中庭部分非常多的零售店 美食光厂放在楼下 楼上的人们直接下楼就可以吃饭买菜 非常方便 这种commercial building呢 是real can的 然后里面看一下的有多少公司进驻了 shopify啊 然后toronto star 还有这些大公司 都是在这个楼里面上班的 他的这个门禁系统也是非常有特点啊 如果大家点击一下 比如送餐的 或者亚马逊DHL送货的呢 直接在这里点击 你就可以进入了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人脸值别的系统啊 在这边 比如说我们是已经登记以后 你可以看着他的camera呢 你直接不用带卡 直接刷脸 可以进入自动楼了 这单位一进门呢 就是他的主卧 主卧的洗手间呢 也是非常大的啊 非常难得的一个walk-in closet 只有这种大单位呢 才会看得到的 这个单位总共是1200多尺 现在售价是1845,000的 主卧呢有一个露台呢 可以走出到外面 然后对面的就是他的啊 另外一个closet的building 所以总共啊 triedel呢 在这个的well楼盘里面 是拥有三栋building的 triedel的这个客厅呢 整个设计也是非常棒的 他中间呢 是有九尺的旁边 有drop一尺下来 因为有些风管 然后这个view呢 21楼view 基本上是没有被遮挡的 从这边呢 依然是一个西北的corner 这边啊 基本上的楼呢 都会比这个楼坏矮一点 然后下面呢 呃这triedel的这个 他的signature series 是左边的镜头 这里比这边 另外两栋的rento的 都是比这一层 这栋楼要矮的 现在我们是在21楼 基本上看多伦多的这个城市景观呢 是一览无一的 他的电器呢 都是米勒的这种电机 高档电器啊 然后整个白色的柜子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宝啊 啊这种只有三两房三房的单位呢 才会看到这种设计 不然的话 Condo是很少一个中宝的 然后进门口呢 它是有个衣柜的 那这边啊 往这边走是另外的两个卧室 这边一个卧室 一个朝北的景观 21楼对面的股床 还没有照起来 在下面大家看到 那个造型比较奇特的呢 就是King Toronto了 现在它的结构呢 已经完成到了第三层左右的 附近呢 都是有一些建筑正在进行中的 所以整个多伦多的 现在的塔吊的数量呢 是整个北美第二城市的好几倍 这是另外一个共用的洗手间 这两个卧室 共用这一边 然后这是它的第三个卧室 也是一个同样一个朝北的方向 现在我们来七楼参观一下 它的一些公共设施 这边就是它的一个桌球台 整个里面都是一切深色的色调的设计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dining area 大家可以有朋友过来拍party 过来这边吃饭呢 都可以 我们现在位于七楼的outdoor urbanity 这边会非常多的户外的空间 如果大家有朋友过来barbecue 这边有两个barbecue的炉子 而且还有这种pizza open 其实使用起来都是非常方便的 你只需要去管理处bop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带朋友上来了 这边户外呢 还有一个这种壁炉 大家平时晚上呢 还在这里欣赏一下 多伦多的天际县的美景 我们从这边高处的地方 终于可以看到CN塔和Roger Center 非常近的距离 大家走路可能就十几分钟 就可以到达了 如果大家是想看这种棒球 比赛啊 或者是篮球比赛 从这边都是步行了距离 如果看足球比赛呢 我们可以往西走到bmo field 我们在这里其实 透过那个 他现在已经在施工的这些架子 后面呢 就可以看得到了 是这个多伦多TFC的这个足球场馆 七楼有一个专业的健身房 里面设备还是挺多的 像这种架子啊 还有跑步机 椭圆机啊 灯车啊 跑步机有四台的 刚刚带大家走了一个tour 看了一下 The Well 最后的 也有一个Model Street 它的样板尖是一个三房的 现在其实 The Well 呢 其实它还有一些剩余的单位 都但是都是一些大单位 两房三房的 他们基本上是180万起的 面积呢是有1200多尺以上的 那边甚至到2000尺3000尺的 600万的单位都有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地方感兴趣的话 能散门吗 好的 那么下次我们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